国内疫情再度紧张 Delta病毒来势汹汹 而面对即将来临的中秋节 台东县府在今天也跟进宣布 中秋廉价期间 不会开放公共场所烤肉 而且自家门前棋楼也都是禁止的 同时不建议社区举办大型联欢活动 我们就统整目前全台湾 除了台北市 苗栗县 屏东县等六县市 现在还没有宣布之外 其他县市都已经提前喊咖了 就是为了避免群聚传染的风险 奴隶山峰生火 将香肠肉串通通放上烤网 舍取居民齐聚烤肉 环渡中秋节 但这样的景象 今年各地恐怕都看不到了 台东县府8号跟进宣布 中秋廉价不开放公共场所烤肉 包括棋楼都不行 也不建议社区举办大型联欢活动 目前全台剩下台北市 苗栗县 屏东县 鹏谷 以及金门 还没宣布中秋节活动 相关防疫指引 其余县市户外场所烤肉都喊咖 好不好吃 月圆人团圆 不过面对Delta变种病毒 二度威胁 仍然要以防疫优先 接下来我们下场的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